彩田友善农座有限公司不断与中角国小合作 从种到、减幅寿螺到割到还有利用米做成面包、蛋糕等料理 而21号是特别邀请了知名饭店的主厨来做营养午餐 彩田友善农座有限公司在金山万里 七座友善米已经超过27公顷 集合36位农友一起来为环境友善保护努力 有了金山米也要推广让在地的学童实在地享当季 今天彩田友善农座与农粮署北区分属台北办事处吸收 邀请知名饭店主厨利用金山米、金山地瓜、芋头还有角白笋 来为中小、国小的孩子做营养午餐 我们今天就是以实在季享当季的缩短食物里程数的一个理念 然后请出入那个温泉会馆的那个阿福斯来利用当地的角白笋 那个甘薯还有那个跳石的芋娃来搭配我们的那个彩田米 然后来为中小国小在地的协同设计营养午餐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食米食农教育能够把友善耕作的向下扎耕 来拓展那个耕作的面积 今天有准备的角白笋啊当地的跟地瓜、芋头 这个角白笋就是炖饭嘛就是西式的做法 中式的材料下去做 就是吃起来很健康啊没有荣耀啊 利用在地食材为学生做营养午餐 可是相当讲究营养要均衡 热量不能过高还要创意来吸引学生 角白笋会饭加入西洋料理元素 而炸芋泥球中间包的馅料看似蛋黄 但却是营养又高鲜的地瓜 还有使用台农66号地瓜的地瓜浓汤 让学生吃在地食材享受当地最新鲜的美味 阿福斯我们希望说我们金山可能有地瓜啊 有角白笋啊有芋头啊 或者金山米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把这些那个作物食材 把它变成是营养午餐可以做使用的时候 所以我们带着主厨先去找食材 不管就地瓜找A吧 或者是角白笋找胡须大哥的时候 或是我们的菜去找亭兆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这些菜找出来之后 由主厨是跟学校的厨房的妈妈之后 可以做成料理的时候 把这个料理之后可以变成学校的营养午餐 我就说透过私農教育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让更多的人或学生跟孩子可以去更认识金山的美 今天很高兴啊 学校能够承办这样子的活动啊 那就是彩田友善的那个米 配上我们在地的食材啊 我们感谢农粮鼠北区分俗啊 给我们需要这个机会 那因为我们一直教导孩子说 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 尽量就是要能够实在 吃当地的食物 能够享受有机的食物 那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也让我们孩子能够吃到在地 有主厨来料理的特别的料理 长期以来 彩田友善农作有限公司 也不断与中角国小合作 从重道 减幅瘦罗道 割道 还有利用米做成面包 蛋糕等料理 以及今天邀请主厨来做营养午餐 就是希望透过使用在地米与食材 要让孩子们爱上吃家乡米 也爱上家乡的味道 记者廖平安 金山采访报道